要说两人的爱情,那就不得不把故事,拉回到新月二十二岁的那年,当时的新月正是人生的起步点,按照很多人的观念来,这时候的她应该是大胆拳脚的时候,可她却在这时候遇到了远镇,两人因为一部名叫骆驼想死的话剧相识,并且很快在一起了。 当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还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的,因为新月和于震足足加差十三岁,而且在认识她之前,于震就有过一段不完整的婚意,在09年的时候,和一个叫方百姨的演员结婚,可不到一年便离婚了,所以,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议论声还是蛮大的。 可事实却没能如人所愿,双方在一起已经六年了,也没有传出任何的绯闻,而且新月在结婚后,担心了丈夫于震的全职太太,婚后的她,还为于震生下了三个小孩,而且如今的新月因为生完三胎后,正在计划着出来,和于震一起拍戏呢。 余震在娱乐圈的名气可比妻子大多了,但是,口碑却不怎么好,因为现如今一提到余震,大家首先联想到的绝对是她的标签神剧专业裤,因为她演不少的神剧,就比如在五号特工组里面,她饰演了一个身穿皮衣的特工,以及炮神里面那个杨之花等等。 当然,不可否认的是余震在娱乐圈的名气其实也不小,而且抛开她的神剧属性不谈的话,其实她也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演员,其实她的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就比如在1942里面她有一段和李雪剑演的首先的相景,要知道李雪剑可以说是著名的老戏骨,演技绝对是杠杠的,可事实上,两人的演技对比起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